大家好我是思涵 那今天很感謝大家陪我練習這個遊戲 那終於有一次玩第七關沒有破產了 那另外就是因為什麼事件 就是我這次我覺得在遊戲滿前面的時候 我就把負債還掉了 那我那時候負債還掉 我當下我感覺就是負擔變輕了這樣 但是就是手頭上資金就變得比較有限 那那時候其實我一直在猶豫說 我到底應不應該把負債還掉 因為這樣我就是會錯失很多可以投資的機會這樣 然後跟我的現實人生有什麼相關聯 就是假如說是現實人生中的我 其實我應該也會這樣做 因為就是我就是會還是會害怕說 每個月就是要支付負債這件事情 會讓我莫名的就是害怕 那如果我真的手頭上有錢的話 我也會選擇就是趕快把這筆錢還掉 那我不知道就是這樣做到底是對還是錯 大概就這樣 uman因為應該要超究極的人